我是台山人 有一天 我小時候 我早就拿這樣的紙出來 說給我下棋 就拿了兩個橙出來 撕開它 一天一個橙 拿橙皮分開16塊 它有16塊 接著它就說 這塊橙皮有白色有橙色 一邊白色一邊橙色 你選一個 白色是先行的 通常下棋 先行的那個就有著數了 贏面多一點 然後一邊下棋 一邊吃橙 就開始接觸了 一人下一隻 我下一隻 你要下一隻 然後呢 下到 譬如他下他的那隻 和他的棋是連成三個一起的 他贏了這一步 因為一人下一隻 所以他下了三隻 我起碼都下了兩隻 然後呢 如果他下了三隻 連成一條線 他呢 就拿他一隻棋 就踏在我的棋上高 上我的那隻棋呢 是黃色的嘛 他踏下去變成白色的 但是這個呢 就變成蓋了我的棋 就是 見得到是兩隻棋 是被人掩蓋的 不是一隻棋 不是他的棋 不是我的棋 是一隻掩蓋的那個棋 然後下到沒有了棋 就是沒有得下 所有的那些棋都沒有得下了 那麼呢 這個程序就叫做下棋 跟著呢 他走棋了 走棋 就是說呢 要有空格才能走 那些空格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將我吃了的和你吃了的那些 拿開 那就可以走棋了 那麼在走棋之前呢 你可以不走啊 我吃得多你棋 就我贏了 如果你吃得多我棋 就你贏了 那就可以停了那盤棋了 那麼如果你不服呢 你就說 我不服 我要繼續抓下去 那就是拿走那些吃了棋 那麼有空格 那麼跟著走啊 走去哪個走呢 你算得到的那裡是四六二十四 二十四格 二十四格 就是說一人下一隻呢 就是那個下先和變成那個走先 走先的那裡 就是說下棋先的那裡有好處 那走呢 就是你拿你的那隻棋來走 你走去你的那隻棋的空格那裡 就是隔離的空格那裡 如果你走過去之後呢 你那隻棋和你另外兩隻棋呢 是又形成一個直線的呢 你又有獎品了 那麼這個獎品就不是蓋了它的棋 而是拿走了它的棋 直到一 它拿走它的棋 到你走呢 你走 如果你有本事走得到 一個空格令到你三個棋連成一條直線 那你又可以拿走它的棋 那你一直呢 你不服輸 一直拿到你的棋 被人拿走為止 所以你覺得是不是很有趣呢 一種棋它是包括了下棋和走棋 那非常有趣 和非常抑制 所以我覺得我整個七十多歲都沒看到 都沒看到有人玩這些棋 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棋實際是好 所以我就介紹給大家 接著我就會解釋是怎樣抓 和一些基本的對於棋的 例如棋盤 棋的規則 對應來說的數學模式 這個電腦程序 會講一些 下一集再講